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都沒辦法了 來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特別來賓 我們歡迎 齊齊 齊齊 歡迎 齊哥 美鳳 秀卿 秀卿 沒有 我為什麼要叫他叔叔 以前我真的很喜歡聽他的歌 國中的時候 真的還假的 給我一個空間 就會這樣 真的嗎 那時候你才唸國中 國中畢業 我擺到現在 他真的是 作風一直都是這樣 獨來獨往 然後以前去作秀的時候 他好像 總覺得他好像跟作秀人不太搭軋 有點哥哥不入 那你怎麼跟這個圈子 能夠這樣生存這麼久 到現在唱片 每一張都去抖得不得了 其實講起來也是覺得就是說 蠻辛苦的 蠻辛酸的 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 大約是在差不多十年以前 那個時候還沒有 所謂的唱片的版稅制度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知道 出一張唱片就是 新台幣三萬塊 紅了半天的 那你一年才出一張 歌手的肝本 就只拿一個三萬塊 只拿三萬塊 然後 那你不可能說 三萬塊要活一年嘛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 就是說到聯美歌廳 要到哪裡去作秀 剛開始當然是非常難事 因為你知道 唱歌唱了一半是非常 投入的情況之下 看到那個台片有一個腳 光的腳 因為在歌廳裡面 聽歌的人 多半來比較隨興 而且那個燈光都黑黑的 有的人穿汗衫 有的人吃檳榔 有的人翹腳 對 所以那個感覺好像 買單的買單 要冰水的要冰水 端茶端牛排這樣 很餓了 所以不能吃 所以感覺也是 完全一種另外的一個感覺 是 在那時候秀場中 也是獨樹一格 老闆看他們這種表演 也真讚 雖然看不太懂 這唱什麼 但是這首歌是 上班小姐 看得怎麼樣 變成這樣 那個歌流行 有的是小姐欣賞 然後一直跟老闆講 然後說 就叫你去他們店裡坐一下 小姐大家坐幾間都不用錢 這樣講講好像是 無業牛郎還是什麼 其實 也不是 這就是討生活的一種 其實很心酸的一面 你的要求 怎麼回應 就好像各業我想都會有一點 環境不同嘛 必須要面臨 有時候會碰到這樣子 看得假的 有的小姐帶了客人來的時候 聽了這個原來的我 這個好像我們的日本歌曲嘛 請她來一段日文的好不好 好 也要她來一段日文 那那就完了 不然就是台語 老闆上老闆上 我們要聽台語歌 這裡都要調適的 對 不過還好就是我從小 就是在台中長大了 那從小也會講閩南語 因為你知道到很多的歌廳 到中南部做秀 你一定要會講一些閩南語 她帶去說那個Q 沒有說很多聲音調調 人家說是還不錯 聽得有 很厲害 對啊 所以她那時候出 那一張閩南語的 我還有賣 聽說四十幾萬張 沒有啦 三十幾而已 不過我那時候 你東南亞做秀的時候 回到國內 在那邊好多人唱那一首 大約在冬季 其實是對國外紅回來 我的感覺 對 沒錯 是不是這樣 當初其實在台灣 打的是另外一首歌 叫《冬雨》 那這個《大約在冬季》 其實當初是沒有拿出來打的 結果後來就是可能是卡拉OK 在東南亞什麼大陸流行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歌其實也滿好聽的 開始流傳 開始唱 這西面顏竹唱是誰 奇情 是 以後只要那個都要她唱這首歌了 實在 不過當然你說做秀的時候 總是要挑一些就是說 邊聽過的東西 對 所以你總是唱那麼幾首 像《原來的我》 《大約在冬季》 那像之前的《港度夜雨》 都是必須唱三千八百遍以上 是的 那再加一遍 三千八百多次一遍 今天要再多唱一遍 再多唱一遍 再多唱一遍 對 先來回憶一下《大約在冬季》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沒有你的日子裡 我會更加珍惜自己 沒有我的歲月裡 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問我何時歸無力 我也輕聲地問自己 故事在此時 不知在故事 我想大約會是在東京 不是在此時 不知在何時 我想大約會是在東京 愛夢見 愛夢見 找聽現情 飄動的路程 為中路線 為了關心 愛你找家庭 我的心情 唯一氣聲 你蔑大約會是在西方 在東京 搜索 你蔑檢權 你蔑船要無力 啊 濘瘡前面 想重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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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能生 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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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拿罩子 拿罩子 原來這首歌這麼好聽 他可以這樣子唱 我還不曉得 他是比較熟一的 好像是演唱會 比較Live一點的表現方式 比較熱鬧一點 而且我High的感覺 我覺得齊琴 他真的現在 我看到他跟之前 就不太一樣 怎麼講 現在唱歌的 因為他越老了 我知道頭髮剪掉了 頭髮剪了 然後再來 他現在唱歌的動作 比以前更輕鬆 更多一些手勢 這樣 以前就是 站著這樣 不敢動 現在我隨身這樣 還要出色這樣 看看左邊 看看右邊 還要側一點 也不是 也是一種禮貌 因為總是 做秀做多的東西 沒有 其實 非常自在 留場 可能是常常開演唱會的關係 他在主管 對啊 他在唱歌的時候 那個尾音 這個好像你沒有沒有 你都是 他這種 就是要熏陶在西洋音樂裡 很從前 是 才有辦法這樣Solo出來 那種一聲音 是 有的時候他唱歌 比較即興一點 跟唱片不要完全的一樣 那麼讓現場的觀眾 也聽一聽看別種的味道 所以這把南瓜瓜 有參加西洋歌曲的味道 那個唱法 小朋友下次可以吃吃看 要不要 適宜小段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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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熟悉的一種感覺 不是 不錯耶 不像 剛剛小哥那個動作就很像那個 對嘛 鄭日清 那個時代 感覺上還要幫你準備一個鐵球的感覺 丟到 急筒要開始起了 所以 所以是不是哥現在唱跟鑽音幹嘛 都有一些麥克風都跟著佩服 對啊 你唱得好順暢 也不是 這個就 其實還是要有經過一點點的安排 也不是說每一次都隨便能夠那麼樣 出洋巷也不能無獨遊 再來一道給秀卿一個女婢好不好 這真正你男女歌 好可憐 來來來來 來一同 solo一下小朋友她一首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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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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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在哭哭聲好 不是 人家氣太高了 是啊 我們在太多耶 你才知道 我好獨舞的 這次好像很開心喔 這是滿開心的 我們媒體也都知道 谢谢美鳳 谢谢 什么是准备 放条网 没有啦 没有那么快 因为总觉得说 一切都是靠缘分嘛 那你也不能说 有的时候太强求 我觉得就是说 两个人既然走了一条路 走得蛮长的 蛮辛苦的 那更应该要好好的珍惜 最近好棒 我们听了你的新歌 又觉得你又有一波高潮 要来升级了 买他的专辑 竟然没货 没货 还没有出嘛 那刚刚出两张 刚刚出两张 刚刚出两张 一个人就包一万张 对 好啊 今天他本人来了 先唱什么 好啊 可以啊 如果小哥穿这套衣服的话 他应该会想想 说你哪天穿一个 这样紧身的话 不然身材 像他实在没有一点罪过 哪里您的身材也是非常好 我是 不是 我既然非穿西装 一定有他的原因 好啊 好啊 趕快来听他这首新歌 真的很好听啊 真的有意思 好 叫做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好 谢谢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 我曾经爱过谁 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联盟亦相对 爱的潮水 爱的潮水已经退 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温柔着余味 忘了曾经你爱过谁 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你的眼泪陪相对 爱的潮水已经退 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爱的潮水